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朗普經常去的 他屬下的名義下的海湖莊園 如果要席譯就叫做馬亞拉戈莊園 大家還記得這個名字 就是特集會的地點 這個莊園好像私人俱樂部的形式運作 會員制 是盈利 賺錢 因為這是特朗普經常去的地方 所以當他在這裏保安相當嚴密 他不在這裏 當然要會員才能進去 也是特朗普經常用來籌款的地方 發生了什麼事呢 一個32歲的中國女子 她的名字譯音叫張玉靜 來到中女灘的海湖莊園 進去的時候出示了兩本中國護照 這也有點奇怪的 兩本中國護照 就說想用裡面的游泳池 大家會問 隨隨便便可以進去的嗎 海湖莊園的直班保安經理 檢查一下他的名字 你知道中國人的名字 譯音那些譯音 這個腦海不太掌握是什麼 發現他有一個會員同性 於是有secret agent 有特勤局的特工人員 於是就放行 再問他 你是否會員的女兒 他以額額欠惡其次 然後說了沒多久 就進去 由專人駕駛的戈爾夫球車 互送到前台 進去之後 張女善說她是來參加 遲些舉行的聯合國華裔美國人協會活動 查了之後說沒有這個活動 於是俱樂部的 接待人員通知了特勤人員 本來說是游泳的 但問了他之後他又沒有大榮衣 這位張玉政女士告訴現場特工 他說他是來參加聯合國友好活動 早到的目的是想看泳池 拍照 亦向特工出示了他活動的邀請函 但這邀請函是用中文寫的 沒有人看得懂 於是特工覺得他有問題 將他互送到莊園 繼續盤問他的時候 特工就說 你進來這裡是犯法的 你沒有獲得邀請 他開始的時候 表現得 面對這個特工就好像自己不懂得說英文 後來突然顯得 語言上 已經在告他 在掃書講的 拙拙逼人 英文是相當流利 最後他被捕 帶他去特勤處的 特勤局在海湖莊園的辦公室 再問他 再陪問他 周永正說有一個叫Charles 的中國朋友 說要他在上海 來到中旅灘參加聯合國的友好活動 說會設法給他跟總統的家庭成員 談 談談中美對外的經濟關係 特工就沒有辦法了解 查理斯其實是一個華人 是什麼人 因為這個女子告訴他 他是用微信跟他通話而已 就是這樣 然後查他的行李 查他的推身物品 發現他有帶到四部手機 一個硬碟 硬碟 有一台筆記寶的電腦 Notebook computer 還有 一個USB手指 發現有惡意軟件的病毒 惡意的病毒在裡面 於是 拘捕了他 然後告他什麼呢 就是這樣 向聯邦探員說謊 擅自進入禁區 現在就 拘捕了 然後 等候調查 等候審訊 但是特朗普當時不在海湖莊園 他是在四公里遠的 這個也是中旅灘的 特朗普國際哥爾夫俱樂部 然後 到下午的時間才回到海湖莊園 這件事其實在美國也引起相當大的爭議 有相當多不同的角度去說 第一就是 海湖莊園的保安問題 一直都有一個說法 這個海湖莊園 特朗普在這裡的保安比較嚴密 甚至附近的街道 也要封鎖 但他不在這個地方 保安就相當鬆懈 然後 幾乎 那些所謂的特勤人員 不是怎樣去查證 或者是鬆懈地 很客氣地查 就讓人進去 這是第一個爭議的地方 第二個爭議的地方 大家要問 這個女子 拿著那麼多 這個所謂的電子的設備 包括四部手機 包括一個硬碟 包括一個筆記寶形電腦 以及有惡意軟件的有病毒 在USB手指進去 意欲何為呢 究竟想怎樣呢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還在查 究竟是否想在海湖莊園的電腦 播出病毒的 中國特工行為 暫時沒有結論 第三個爭議的地方 我在這裡也報導過 其實 進入海湖莊園 在中國來說 我強調 原來是一宗很大的生意 怎麼這麼說呢 話說有一個女子 移民了美國一段很長的時間 她在中國人的社交圈子 非常活躍 在中國統戰組織 中國派著美國統戰組織 一些商會之類 是有一個相當高的地位 這個女子 在美國的期間 其實是開過 不止一間 按摩院 提供色情服務 現在也說她已經沒有了 沒有參與 賣光了 這個女子 英文名叫Sindy Yang 中文名叫楊梨 名字是譯音 她是參加過很多場 海湖莊園的活動 亦與特朗普合照 亦與特朗普合照後 取得特朗普的簽名 她將這些簽名的照片 變成一門生意 登上網 聲稱可以 替中國有頭有面的人 可以進入海湖莊園 參加或在海湖莊園 舉辦的活動 然後在那裡 除了可以拍照之外 可以與特朗普合照之外 亦可以提升 這個參加者的地位 值錢去謀利 這位楊梨 因為她 第一次進入海湖時 與特朗普合照的原因 因為參加過特朗普的 競選籌款活動 但現在被FBI調查 這個籌款活動 因為有限制 每一個人不能超過多少錢 捐多少錢 如果要超過數目 就需要找不同的人一起捐 這個楊梨 找了自己的員工掛名 去捐款 其實這種做法也是違法 所以現在被FBI調查 楊梨曾經宣傳 在剛剛過去的一個月 在那裡會有國際領袖精英論壇 在網上宣傳 千載難逢機會 是海湖莊園第一次 以中國人為主角的活動 但這個活動最後被取消了 楊梨跟剛才所說的 Charles Lee 張玉淨所說的Charles Lee 一起發起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的經營者 是聯合國華人友好協會的團體 也是張玉淨所引述活動的名稱相近 他 獲得FBI或特勤人員 secret agent 給他們看的邀請函 就是用中文寫的 聯合國華人友好團體 發起的 國際精英論壇 現在 張玉淨會被起訴 楊利和Cindy Lee 已經被起訴 究竟兩件事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成為了 美國國內的一個很大的 討論的焦點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這個地方有特朗普 時時出入 也會招待一些政要 但他的性質不是純粹 例如說是白宮 是總統辦公的地方 又或者大衛營 是總統度假的地方 比較純粹的性質 所以徹底地排除外面的人 保安相對比較容易進行 但這個地方是一個私人俱樂部 是會員制的私人俱樂部 會員有限制人等 所以會員可以帶自己的親友 進入不同的活動 所以當特朗普不在的時候 相對地保安很難做到很嚴密 所以就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在美國的輿論 你這樣很嚴重 你不知道有什麼人 現在帶USB手指有病毒進去 想感染你的電腦系統 或者下一次會帶 人肉炸彈進去 你不知道 又或者不是人肉炸彈 武功高強的 殺手進去 也可以埋到總統身 動他 在這種情況下 會不會對特朗普來說 是會很危險的 當然這種輿論不是他 喜歡特朗普不喜歡特朗普 不是愛之欲其生 戶之欲其死 即使你說的比較自由派 或稱為左膠的 美國的輿論 都為海湖莊園的保安 提出很大的質疑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我剛才說過 中國大陸對於 海湖莊園是一個景點 亦在互聯網和社群上有很多廣告 說要有邀請函 只要付多少錢 就要拿到正式邀請函 可以進入俱樂部 可以進去的 這個廣告亦承諾有機會和總統 和他的副手 在宴會上 國宴上 不是國宴 普通的宴會 籌款活動上 或其他活動上 近距離和他拍照 剛才說的楊里 跟特朗普拍照過 正式拍照 給特朗普簽名 進去需要 在中國互聯網上的宣傳 是需要非常多錢 是很貴的 不過 拍照後 進去後 那個廣告就說 帶來尊重影響力 各種潛在的商機 台灣回應就說他沒有害怕過 他說沒有任何擔憂 亦說前台的特工人員做得相當好 很快就釋穿了張玉靖 拘捕了他 當然是這麼說 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 他會否擔心 保安出了問題 因為有前科 2017年特朗普上任一個月 在這裡也見過外賓 見到當時日本首相 討論朝鮮的導彈問題 亦被海湖莊園的客人 拍到一個相當清晰的照片 客人 就是那些遊客 俱樂部的會員 你想想 如果被人拍到照片 如果有槍的話 亦可以瞄準他 一槍就射殺他 那些總統的特勤人員 其實他對這裡的保安都相當頭痛 他是依賴區諾部 這是對外開放區諾部會員的保安人員 負責保安 這些保安系統的人員才有客人名單 誰是會員 誰不是 那些特勤人員是不能在這裡說什麼的 是不會參與區諾部的業務 只是知道他保護總統 但是如果在裡面有很多閒疾人 總統又存在 又被你拍到照片的話 遠距離 那些特勤人員其實對於 總統的保安 保護他的生命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對於帶個USB手指進去意欲何為 亦有個前科 在海湖莊園裡的人 大概是在2016年到2018年都試過 因為有人被抓過 有個員工向報紙透露 有個事例是一個女子 進入了海湖莊園的電腦系統 把自動螢幕的保護程序 那個叫Screen Saver 即是改成總統的名字 前面還加了一些莊字 即是F字之類 當然這個也知道了 被抓了 所以尤其是特朗普不在的時候 保安是相當鬆懈的 如果帶個USB手指進去播放病毒 亦不大困難 因為有人試過把Screen Saver 改了 然後寫著F字之類 所以 在美國的政圈裏要求 特朗普或特勤人員 是否要加強海湖莊園的保安 以及堵塞安全的漏洞 不單是說中國女子張玉靜 或是否會成為其他攻擊美國的 外國情報機關的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呢 說了這麼久 故事就說到這裡為止 但我想做一個比較 這個相當有趣的比較 這樣的事情在美國會發生 在西方國家也可能有機會發生 因為這些國家 當然他是一個民選總統 一個民選議會制度 政客要接觸民眾 是必要這樣做的 譬如在競選期間 又或者不是競選期間 譬如有災難 又或者有其他活動 他會近距離地跟一般的民眾接觸 握手 抱嬰兒 叫做baby kiss 疼嬰兒之類的事情 那些特勤人員都會很緊張 都會很緊張 他會圍繞著總統的四周 去保護他 但是不會阻止民眾跟他接近 又或者阻止元首跟民眾接近 這就是西方世界 因為他的選舉制度 產生最高掌握權力的人 必然要經過 你說他做什麼都好 的措施 他這個組成也很奇怪 他去一個私人俱樂部 但是特朗普是很喜歡去的地方 去的時候 一般情況下 保安會很緊張 不過不會百分之百清場 如果是這樣 也不會被人拍到 特朗普不久就跟日本首相談 朝鮮問題的照片 在海湖莊園 就是說沒有清場 一般的會員也在裡面 可以有自由活動的空間 只要你不接近 特朗普就可以了 這就是 美國的國情 美國因為 他的政治制度 而令總統 跟民眾接近 的機會很大 亦都面對危險的機會很大 例如你講 總統被槍擊 甚至被暗殺 死亡 在歷史 最出名的就是 JFK 金瓦迪 近距離 撒毀了他 亦都試過 Ronald Reagan 亦都被人行刺過 中槍 等等這些情況 是存在的 因為 因為保安嚴格地說 他不可以百分之一百 確保 他的安全 因為不可以百分之一百清場 但是這些情況 在中國是不會發生的 你想想 會不會那麼容易 你去到一個地方 不如來香港也好 去這個 所謂訪頻問苦 或者了解民情 來香港 遠遠就已經被截了 我記得 當年一個中國領導人 去到某個屋苑 那個人穿著衣服 好像是六四 遠遠就被警察抓了 那個領導人根本沒有辦法見到他 他那個領導人也不知入屋苑哪個位置 完全沒有辦法見到他 但是 為防範於未然 都已經抓了 就是說 中國的領導人出巡 無論在中國大陸更加重要 在香港什麼地方都好 就是會 如果他能夠管理 就會把安全例數提高到百分之一百 甚至更高 將那裡的人 尤其是一些他認為是可疑分子 要清除 我亦聽過很多 很荒謬的 做法 即使出巡 譬如叫人不要開槍 OK 把槍關密 甚至 叫一些異議分子不要回家 關了槍 不要回家 去別處 或者當地居民 在那裡出入 是不讓你進去 直至領導人離開 為止 你說 出現 被暗殺 又或者 抗議等等的活動 百分之一千 是不會出現的 很簡單 因為這個領導人 不需要經過民意的授權 可以上台 所以他無論做 任何的事 違反人民的意願 他的權力都會相當穩固 直至民怨爆發到不可收集為止 所以在海湖莊園的 中國女子闖入這個事件 亦可以比較得到 不同國家 獨裁專制的國家 和民主國家 對於國家元首的保安分別 美國的情況是熬煙的 但是熬煙也好 特工也盡量做 做得多少就只有多少 最後是否百分之百保障 當然沒有人能夠擔保 但是在中國 因為沒有民意的授權 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亦不需要港人權 所以做得有多盡就得多盡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到數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你用 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 我都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 到